哈囉 YouTube 的我是柯里斯汀 今天我們要用超級輕鬆簡單的方式 製作鮮蝦清醬義大利麵 絕對超級好吃 今天的主角食材呢就是這個 大草蝦有沒有有沒有 又肥又大超級大隻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用它的蝦頭製作出好吃的醬汁 這個做法很酷 你不會浪費一定點的食材 那我們首先先把兩隻蝦子放進冷鍋當中 加入一湯匙的橄欖油 先不要開火 接著我們要把蝦肉去殼去尾 頭的部分我們把它放進鍋子裡面 蝦子的頭部就是味道的主要來源 再來呢用一把小刀 切開它的背取出腸泥 那我現在要把蝦子全部切成蝦肉 你可以一口麵一口肉同時間的享受到它的味道 我們做這道料理呢 只要開火之後它會很快的就完成 所以我們最好就先把所有的食材先背脫 這樣我們需要的時候隨時抓起來取用 速度就很快 也不會耽誤你烹煮的時間 這邊呢煮了一大鍋的熱水 是這種超級滾燙的熱水哦 下鹽 味道呢就是比海水稍微不鹹一點 把麵下下去之後呢 我們另外這一鍋開中強火 我現在已經開始聞到蝦頭跟蝦膏的香味 很棒 開始變成漂亮的粉紅色了 這個階段呢就可以把蝦肉放下去 大蒜 辣椒 蝦肉跟大蒜下去一分鐘之後 白酒 加下去 讓它微煮 把白酒裡面的酒精煮掉 這就會變成我們超級美味的醬汁 在這個階段呢我要加入我的神秘原料 那就是上一次我們在做法式奶油龍蝦 我們做的龍蝦高湯 我把它冷凍起來 這個時候我要拿來派上用場 我們加個三塊進去 它的味道會完全不一樣 動作還要很快哦 這是我剛剛製作好的羅勒芹醬 但是裡面我還放了薄荷跟巴西里 各位如果想要看怎麼製作的話 歡迎點擊這個連結 加進去 哇有沒有這個顏色 有綠 有紅 有海鮮的香味 這是一個超棒的料理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我們就是要有這種濃稠度 很快速的 這道料理就完成了 現在進入試試時間 哇 我第一口吃下去 馬上感受到的就是田羅勒的香氣 非常的夠味 然後你在越咬之後 它的味道就越來越出來這樣子 整份料理因為主角是蝦子 所以帶有滿滿的蝦味啊 超讚 這道菜它雖然很簡單 可是它各種風味都包含在裡面 各位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我是K斯丁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